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恢复谈话 恢复沟通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美的关系恶化的很 前两年 这两年恶化的非常迅速 最近的一次本来是两国外长级的谈判会谈 因为气球事件导致破灭 但现在实际上我们知道 虽然美国一直是愿意跟中国接触的 美国有些中国朋友、中国百姓 不是太理解美国人的个性 美国人的个性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不忌讳、忌惮于 跟他的对手、敌手来接触 来交流、交谈、接触 他们认为这样的话 是真正了解你的敌人 真正了解你的敌人的话 实际上是对你只是有好处的 美国人有一句话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y clos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跟你那个朋友 保持很近距离的接触 而跟你的敌人要更加近距离的接触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美国实际上一直愿意跟中共在开放 开启这个对话的渠道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新的 中共驻美国的新的大使已经到位 这个看来也是中美之间的外交上的一个信号 因为美国也接受了这个大使了 他就说这个我想这个解冻可能会很快进行 但是呢 但是那个解冻归解冻或对谈归对谈 但是美国对中共的围堵和封杀 或某些程度上脱钩呢 还是不会那个停止的 嗯 您刚才说到某些程度的脱钩 那我看到最近好像这方面报道挺多的 就是好像不适合中国脱钩 就是您认为这是什么样的是最佳的选项呢? 对美国来说呢 美国不希望 不是说他不害怕中国经济发展 实际上这个中国人会用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观念来想象美国 所以说美国害怕中国发展 或害怕中国嫉妒中国发展 美国人没有这个东西 美国人因为他很乐见中国发展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发展的话呢 美国也可以通过投资啊 参与股票啊 购买股票 也可以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所以美国是应该是乐见 不是光是中国了 所有的国家富裕起来 他们富裕起来以后 包括中国富裕起来以后呢 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的产品 美国可以卖更多产品 这有什么不好呢? 你当然希望你的客户越有钱越好嘛 对吧 但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话呢 也不允许发展 就是中共在这个军事上过于强大 或者掌握了这种最先进的科技 最先进科技 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你得用它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呢 来威胁美国 威胁整个自由世界 美国呢 这个我们也不用不好意思 他就是一个世界警察 我因为这是一个神赋予他的一个地位 我们这个世界也需要警察 就像我们的社会需要警察一样 这个世界这么多流氓国家 没有警察这么行 对不对? 那需要警察呢? 那谁来可以做警察呢? 这么多国家也只有美国可以做 美国可以做呢? 但是做得好坏的是有公论了 有个说法对吧 但基本上我想美国还是 它并没有说把这个 它这个超级强大的军事力量呢 用来侵略别人的国土 它确实实际上是在起到一个实际上的作用 那如果有一个中共一样一个流氓国家 或者北韩 或者伊朗这样的国家 它要挑战美国的这个领先地位 那就等于是这个暴徒要挑战警察的力量 所以美国肯定不会允许在这一点 那最先进的科技用在这个军事上 就是在挑战美国的社会警察地位 所以现在的美国肯定不会在这个方面所放松 对中共的限制呢 也在最先进的技术和这个军事技术上 但是中国你如果说在其他的家用电器啊 那些东西上 或者这些各种各样的产品呢 衣服、鞋帽这些东西做得好一点 美国也现在也照常接受 美国当然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产品 中国呢仍然从美国赚了很多很多钱 当然这个供应链的转移 让这个世界工厂的意味 不再存继续 不再中国继续转到其他国家 那是中国自己的问题 您刚才谈到就是中国 就是中共吧 中共现在是政府嘛 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美国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看有报老说呢 就是说是如果要解冻的话 好像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是专家建议不谈原则 只做交易 就是说您怎么看这种建议呢 不谈原则只做交易 你不做 对 你这样做 现在美国基本上就是不太谈原则了 你要只做交易 但这个只做交易呢 它会有后果 我们看到中共呢 实际上是过去20年 就是美国呢 基本上这个好像在谈原则 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谈原则 谈人权问题啊 比方说人权问题 法治问题 劳工 劳工问题啊 美国谈着谈 但并没有强制要求 如果强制要求的话呢 那按中共的这个人权记录的话呢 美国早就应该切断了 就一个脱钩了 且美国基本上实际上已经一直在 就是只做交易不谈原则 但是这个只做交易不谈原则 我们也看知道它都有后果 现在有个恶果 就是把中共给喂大了 喂肥了 喂的强大了 他现在要反噬其他的一些世界各国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那现在中共还想偷窃这些高科技 用于军事上来威胁世界和平 所以这就是这个不谈原则 只做交易的结果 结局 那现在如果已经要避免 中共用共产主义来统治世界 那我们现在只能就是说 你可以继续做交易 但是呢 要必须讲原则了 现在看来 另外就是我看有网友说呢 就是如果说就像拜登说的 就是要解冻 你刚才说了 美国可能要在这方面进行努力 那好像就说是有网友认为 就是美国在中共面前示弱 这会不会叫中共更加嚣张呢 那倒不会 就美国像我说的 美国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他要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keep enemy closer 就是说可以 他一定要的 他接触才能知道中共的那个意图是什么 他的解冻呢 只是就是恢复这个高层的 或者是外交的交往 高层的交往 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的 中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美国是没有大使的 刚刚现在刚刚有大使 就是说他这个 双方沟通的渠道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现在只不过就是说是 恢复一个沟通的渠道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说 美国那些高科技的制裁呀 封锁呀 这些呢 会有所放松 这个是不会的 另外我看就是最近有报道说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理见面 就是要去签署了经贸协议 有评论说呢 就是好像习近平的无视西方 要求中共对俄罗斯停止援助的这种做法 就是中共好像挺越来越 明目张胆的这样做 就说您怎么看 对这个呢这个我想这个美国可能没办法制止中共 就是说这个美国也在制裁中共 对吧 然后呢也在制裁俄罗斯 那这个中共和俄罗斯现在抱团取暖 对吧 如果是一般的经贸协议的话呢 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很多那个经贸上的往来 俄罗斯给中国提供了这些能源啊 原材料然后中国给中共给俄罗斯提供一些他们需要的一些产品 再加上一些无人机啊 甚至一些芯片 一个低级的芯片的技术 各种各样的那个电子产品 所以这个他们已经在已经在这个进行 这个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理这个见面 我想这个只是加强他们的经贸协议 这点呢 西方这些只是要求中共不在军事上支持 而在这个经济上的援助呢 就恐怕这个 除非就是说美国会切断 彻底切断跟中国在这个经济贸易上的来往 并且要求欧洲也做到同样的事情 那那你这没有 如果做不到的话呢 美国很难制止中国呢 经济上援助俄罗斯 另外您刚才提到就是美国 其实就是世界警察的这个角色 那拜登这样解冻 您认为这个拜登这样做真正的目的 就是您刚才说的 就是他有没有真正其他的目的呢 还是 他总是 因为他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他不知道对手在想什么 他就是接触的话 当然中共会掩盖 但是至少他会 你从掩盖中呢 也会透露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他要 美国人说的叫engage Engage这个词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Engage呢是订婚的意思 当然这不是订婚的 但是就是这种 就是说你要有保持接触 有接触 有交流 有交往 这样才会对中共呢 比较有他的意图呢 有非常更清晴的认识 并且会将美国的意图呢 清晰的转达给中共 比较在台海问题上 台海问题上的问题呢 要沟通 美国人说就是不想插枪走火 尽管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 台湾的未来 拜拜